首先我們請黃委員國昌質詢 巡打時間為15分鐘 謝謝院長 麻煩有請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院長您好 委員長你好 2016年5月20號 蔡總統的就職典禮演說 院長您知不知道獲得掌聲最大的是哪四個字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幾乎三年要過去了 請問院長 對於現在推動司法改革的成效 院長滿不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嘛 大家稱讚 您是一個接地氣 聽得到人民心聲的院長 名不虛傳 2018年 最新出來的統計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台灣人民 跟院長有相同的心情 不滿意 過去的時間 過去了 我要請教 院長在接下來如此有限的時間當中 如果要推動三個讓人民最有感的司法改革措施 院長會挑哪三個 我覺得因為多年以來像很多的判決等實在是以社會了解跟期待太遠了 所以相關的所謂恐龍法官退場機制實在應該要 好法官退場機制第一個還有兩個呢 另外 審判的正確性 跟他長期所建立起來的一致性 其實應該要 符合 第三 我是覺得 案件審理的時效性 速度 這都是憑我個人了解的 你問我的觀感 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牽涉到 判決 是不是有一致性 是不是反映 人民對於司法正義的看法 最重要 在司改國事會議 被排名第一名的議題 就是人民參與審判 請問院長支持嗎 對相關的 運作及機制 我們沒有那麼深入 所以目前這一方面怎麼樣情況 依據相關的草案 進行有關法官華 跟法院組織法 對不起喔 我們就人民參與審判 最重要的議題 其實就是陪審 跟參審 到目前為止司法院 在 司改國事會議裡面搞黑箱 推了一個參審制出來 大家都非常的憤怒 民間社會要求陪審制的浪潮非常的大 院長您還記得 當初您擔任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民進黨黨團推出來的 是什麼樣子的法案嗎 是陪審還是參審 相關這一方面 整個審議跟社會形成共識的過程 有他相關的 這個作業 我都 希望能夠早早解決 人民對司法的期待 這個問題 要表態這麼困難嗎 對過去的情形 民主進步黨過去 一直跟台灣社會承諾的是陪審制 您在擔任 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推出來的 送到這個立法院來的 也是陪審制的法案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跟立場 有轉彎嗎 改變 成為支持參審制嗎 院長這個問題請你表態沒有這麼困難吧 我因為現在擔任的行政院院長 所以 這件事情行政院不必有立場嗎 相關的法案 我都是經由院會裡面 送往 包括還要會閒 司法院 或者考試院 黨 所以我現在只有請教行政院的立場嗎 沒有問你 沒有問你司法院的立場 行政院的立場是什麼 給大家一個清楚的答案有這麼困難嗎 我都以行政院會通過 因為我現在行政院長 我必須要為行政院通過的草案 來做立場上的支持 可能就人民參與審判 陪審跟參審這件事情 可能涉及到司法院 另外一個人民參與審判 不是只有在審判中喔 事實上對於檢察官 他們在行使不起訴的權利的時候 院長 您知道 2017年2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法務部長邱泰山 就已經喊了 要成立人民檢查審查會 2017年2月到現在 已經經過兩年多了 這個法案 請問什麼時候要送到立法院來 跟委員報告 你們之前做了什麼事情 開了很多會 這我都知道 只要跟我講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送到 草案會送到立法院來 我們很快就會送來 什麼會很快 這個會期送來有沒有問題 我們還要送到 行政院 審核以後 所以啊這個會期送來有沒有問題 那要看進度 我們已經要看進度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承諾 一個在 施改國事會議已經做成結論 2017年2月的法務部部長 就在媒體上面 開始跟大家好像展現很有 改革魄力的決心 到2019年的現在 法案還沒有送來 院長我跟您報告 你在行政院院會上面 要求 所有的部會 所有的政委 以日為單位 追蹤每一個改革法案的進度 我看了這個行政院院會上面 您發言的紀錄 我很感動 但是我要拜託院長注意的事情是 您的宣示 跟實際上面的作為 是不是有相符合 一個 人民參與審判 在檢查系統當中 要截至檢察官權利的法案 從宣布到現在兩年多 法案都還沒有送來 這樣的進度 院長您滿意嗎 那個 委員 我們都是學法律 你知道啦 我在行政院會上的要求 是對於行政作業 那法律 這個法律的行程 法案提來 立法院不是行政作業嗎 不是 是法案的行程 沒關係啦 我一樣一樣 也要行程共識啦 我一樣一樣 我一樣讓大院長看 如果 今天蔡英文總統 在2016年宣示的時候 邱泰山前部長 跟台灣社會宣示的時候 不是欺騙大家 說下個會期就要送來 是法案要共識 我們要討論 研議多久沒有辦法保證 我今天不會用這樣子的 心態 不會用這樣的心情 跟院長講 當人民的期待 這麼陰切的時候 2017年 在媒體上草新聞 2019年的今天 法案都還沒有送來 這樣子的態度 院長 你滿意或不滿意 我不滿意啦 你自己 可以跟社會說明 來 下一個 我請教一個 我現在進入的 全部 都是跟法務部的資權有關係的 一個議員 連續貪污6年 貪污的次數78次 後來被宣告緩刑 院長 你可以接受嗎 這我不能接受 這是政府反貪腐的決心嗎 那這是法院判決 沒有錯 當地院判決出來的時候 我在第一時間 我就公開的發出聲明 我要求檢察官要上訴 結果院長您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的 檢察官 認為 判緩刑 只判兩年 連續貪污6年喔 78次喔 第一審法院宣告緩刑 我發函去問 你們為什麼不提上訴 他說本件判決於法務部反貪腐政策沒有違背 緩刑兩年沒有問題 那什麼時候是 這個是在去年的事情 去年我公開講囉 人民很憤怒 人民沒有權力提上訴 在整個國家體制裡面 唯一有權力提上訴的只有檢察官 如果面對這樣子的案子 我們的檢察官選擇不上訴 人民要怎麼辦 尊重檢察官職權的行事 我也尊重啊 但是這樣職權的行事 難道不必 接受公眾監督嗎 這個我聽不下去 這個你聽不下去嘛 未來 針對這樣子的事情 我一步一步齁 再帶 院長看 有多離譜 下面的這一個案子 2006年 您宣告連連政府 那個時候您第一次擔任行政院長 這句話我也很認同 我也很感動 但是事實上是這個樣子嗎 前 中央廣播電台 董事長 朱婉欽 侵占公款 這就連戰那個秘書嘛 沒錯 侵占公款 結果呢 過了10年的 追訴時效 最後判免訴 我看到這個判決以後 我非常憤怒 為什麼非常憤怒 他明明就是 政府的預算 政府的錢 中央廣播電台 立法院有通過 設置的條例 他是公法上面的財團法人 我前一陣子 發函 問法務部 為什麼這個案子 當初 是用業務侵佔的 清罪起訴 讓他是用 10年短的 追訴權時效 讓他得到免訴判決 為什麼不是用貪污罪起訴 院長您知道他們怎麼回我的嗎 我說 朱婉金當初的免訴判決 誰決定不上訴的 這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要追究責任啊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 政府出資的財團法人 算不算是 刑法上的公務員 這個牽涉到了 有沒有貪污治罪條例的適用 這也很重要啊 如果法務部認為不是 我們趕快推動修法 要不然的話 我們政府出 多少錢 養這些財團法人 然後清佔公款 通通都不算貪污罪 結果我得到的回復是什麼 連回答問題 都有障礙 我說請問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不願意回答 給我回復的公文裡面 打官槍 第二個 央廣董事長清佔公款 是不是公務員 不願意回答 院長 這樣子的態度你覺得適合嗎 這應該是廣義的公務員啊 對啊 如果院長 都表示這樣子的看法 那我就要問一件事啊 我們的法務部 負責的地檢署 到底在幹嘛 要告訴台灣社會什麼事情 明明是貪污的重罪 結果輕輕的用業務侵占起訴 讓他是用10年短的追溯權時效 最後法院做免訴判決 他們還不上訴 這什麼時候是 這個是在2013年的時候的事情 但是我為什麼這件事情 這麼生氣 因為我跟院長講 因為朱婉欽 去年跑回來了 跑回來了以後 跑回來還有新聞 大家對這件事情非常的憤怒 開始追究責任 特別是 這種算不算是業務上面 侵占公款的貪污罪 這件事情問了一年多 我們號稱反貪腐的政府 到現在 沒有給大家一個清楚的答案 這個民進黨政府應該不會去包庇 朱婉欽啦 是啊 連戰的秘書 對啊 這個我都相信 過去的事情 我沒有意思把責任推到院長身上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的是什麼 政府上面 嘴巴 他講的是一套 實際在上面的作為上是不是有相符合 這個現在還能不能再查 你有沒有研究一下 這個 兩條圖竟嘛 第一個 當初是誰做的決定 不願意回答我 那是 對嘛 那是 追究決定者啦 現在是 這個案 這個案 第二個 針對當初 如果 他犯的是貪污罪 現在應不應該要重新起訴 重新調查 這第二條路嘛 我沒有辦法做 我是一個立法委員 只有檢察官可以做 第三條路 如果說 包括前面確定判決的紀判例的話 那法務部能夠不研究要申請再審嗎 這個案子 我記得 當時那個晚上好像讓他 一交保還是什麼 就跑了 一出來半夜就 坐圍機跑了 院長 您講的都對 這個案子 在社會上面造成了憤怒 我在一連串的案子 跟院長講了只有一件事情 台灣社會在要求的是什麼 當我們在講公平正義的時候 不可以對於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在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裡面想特權 不可以官官相互 不可以有關係就沒關係 這個是人民為什麼不信任司法嘛 具體的 這些權貴 都跑了 檢察官 該採取強制處分 沒有採取強制處分 這些具體的案子 我人民不異一點 過去兩年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全部 都在追究這些責任 到目前為止 我跟院長報告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出來給台灣社會講清楚 說這種案子 我們沒有辦法忍受 這種案子 我們一定會追究責任到底 如果所有的事情 都這樣子混過的話 要人民如何相信政府推動司法改革的決心 具體的 院長 最後的時間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些人民在意的施改法案 還要拖多久 人民檢查 審查會 剛部長說 這個會期他會送來 第二個 公益信託法 牽涉到很多大財團 竟然可以透過公益信託 逃漏稅 甚至背後 可能還做 做政治目的的使用 一樣喔 兩年多以前 就說要進行改革 到現在法案 都還沒有生出來 這些事情 我們已經沒有剩下多少時間了 這些施改法案 一拖再拖 要證明如何相信政府施改的決心 院長可以承諾我嗎 請 我將 交付 就相關的 好 針對 黃委員的質詢 請行政院 書面答護